好那么看一下啊 那么关于我们这个购物车啊 这一块的这个GS呢 其实呢主要分为这么三大块啊 那么第一大块呢 就是这个商品的全选 还有呢全部选 以及呢这个商品的checkbox发生改变的时候 全选呢里面呢应该有一个相应的变化啊 那么像这些GS的话 这些呢因为不涉及到跟这个后台之间的一个交互啊 所以呢这些就是纯的GS代码 它没有后台的一些交互 那么这里面呢我们刚刚呢 首先给大家说的就是我们这个商品的这个全选 还有呢全部选 这个全选和全部选的话 其实呢你根据这些选择器啊 你只要找到对应的这个全选的checkbox 然后呢当它的状态发生改变的时候 对吧我们就要执行操作了 什么操作啊 就是我要先去获取这个全选的checkbox 它呢是否被选中 然后呢获取完它的状态之后 我下面呢就要找到商品里面的对应的checkbox 然后呢便利它们 把它们每一个的状态呢都设置为 跟我们的全选的保持一致啊 这样的话就可以实现我们的全选和全选 另外还有一点呢 你在全选和全部选的同时 我们说页面上被选中的这些商品呢 总建筑还有呢总价格需要做一个相应的变化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单独的写了一个函数啊 这个函数干嘛呢 哎关键那点就在哪呢 就在这一句话啊 就在这一句话 这里面呢首先先找到商品所在的这个 Ul元素找到它里面被选中的checkbox啊 就找到我们页面上这些Ul中被选中的checkbox啊 找找到之后 然后呢反过来再去找这些被选中的checkbox 它复集的这个Ul 这样的话最终这一句话 我们找到的它说 获取所有被选中的商品 它所在的Ul元素 然后呢去便利这些Ul元素啊 便利的时候我要干嘛呢 我要去获取这个商品的数量 还有它的小计对吧 那么DollarZ呢就是商品的Ul 你找到它的这个数量 然后呢再找到它的小计 然后把它的数量和小计呢 我们不停的累加到外面的这两个变量上 那么最终你经过这个循环之后 Total Comin Total Comin呢里面保存的是被选中的商品的总件数 Total Price呢保存的是被选中的商品的总价格 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商品的总件数和总价格呢 给它设置到相应的地方 把这个呢设置为这个被选中的总价格 这个呢设置为一个总件数啊 这是我们这个方法它的一个作用啊 那么这一块呢是我们的全选就不行 然后呢还有一块呢就是 当商品的checkbox状态发生改变的时候 我们需要呢去设置全选的checkbox它的一个状态啊 那么这个状态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首先两步 第一步获取页面上所有商品的这个数量啊 其实呢你就找这些商品的Ul 找到几个就有几个商品 那么这里面其实就是dollar点cut list td 它的长度 哎获取这个数目 然后呢再怎么做呢 获取页面上被选中的商品的数目啊 那我就去去这些Ul中 找到被选中的checkbox的数量 哎有几个被选中 那就有几个商品的被选中啊 我们在这里面呢 获取里面的时候 对吧找到它里面呢 被选中的这个checkbox 然后呢去它的长度 好有了这俩长度之后呢 我就可以呢做一个对比 如果呢我先定一个变量 ischeck等于出 说明我默认要把这个全选呢 给它选中对吧 如果你的被选中的商品的数目 小于总数目的话 它就应该设置为fals啊 经过这个判断之后 最终呢 设置我们全选的checkbox 它的一个check的处境 跟我们计算的这个值呢 保持一致啊 最后更新页面的信息 好这样的话当你商品的选中状态 发生改变的时候呢 这里的就会发生一个相应的变化 相应的变化 OK 那么这一步呢 是我们商品checkbox发生改变的时候 全选的checkbox呢 也要发生改变啊 那么这里面就我们说的第一大块 就不涉及到跟后台的一个交互啊 那么第二大块呢 就是涉及到跟后台的交互 是我们购物车里面商品数量的一个更新 那么这一步的话啊 我们首先给大家分析了 前端应该传过来的这个参数啊 那么关于更新的时候 我们说前端需要呢 采取这个arjax的post的请求 然后需要传递的参数呢 包括这个商品的id 还有呢 要更新的商品的数量 然后在这里面我们就可以呢 去在这里面去做了啊 首先昨天跟我们昨天一样 交验用户有没有登录 好没有登录 接收要更新的商品的id 还有它的一个数目 然后接完之后对吧 先交验这个完整性 再去交验这个商品的数量 合不合法 再去交验这个商品呢 是否存在啊 前面这块跟我们昨天一模一样 然后呢 下面就是我们更新的核心逻辑 拿到链接 拼接出k 好 在我更新之前 我去判断一下 要更新的这个数量 是否大于商品的库存 否则的话 对吧 如果库存不足 我就返回一个库存不多 好 如果没有问题 更新 直接调用我们的hset这个函数呢 把我们的这个cutkey 这个哈记里面的sqid 它的元素呢 它的值设置为我们的 要更新的这个数目 然后最后呢 返回一个对应的json 返回一个对应json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又计算了这个购物车里面 商品的一个总建筑啊 取出我们的这个connection啊 它的取出我们的哈记里面的所有值 对这些值呢 做一个便利 做一个累加 计算出它的一个总建筑啊 那么这是我们的这个更新的试图 然后跟我们更新相关的前台呢 有这么三个gs 叫做购物车的添加更新 哎添加添加减少 还有的手动输入 那么首先呢 我们说的就是这个添加啊 添加的话 其实呢 后台需要我 传过去商品的id和商品的数量 那我就要把商品的id呢 和商品的数量给它 获取的啊 那么这个商品的id在哪呢 我们是给这个 给这每一个商品的这个输入框 给它增加了一个属性 叫做sqid 记录对应商品的id啊 那我在这里面获取的时候呢 我首先我就是把商品的id拿到 再把这个商品的 哎 数量拿到 然后呢 因为要发一个post的对吧 所以呢 我这里面呢 我可以拿去发起这样 获取这样一个值 然后那这里面 其实你可以删掉啊 你只需要拿完值之后 你把这个参数给它组织出来 我最终要更新之后的值呢 是pass intercount呢 加上一个1 你点击的时候呢 更新的值呢 是加1 那么紧接着啊 有了这个参数之后 我们就要调用下面的这个 函数 在这个函数内部呢 去实现一个更新 那么我需要给它传两个参数 一个呢 是这个我要更新的商品的id 一个呢 是对应的更新的一个数目啊 那么 它呢 函数内部呢 就做了这样一个操作 根据我传的参数 它再获取这个csf 然后呢 组织了这样一个参数 下面呢 紧接着在里面发起一个 post的阿杰克请求 访问我们更新对应的地址 然后呢 把这个参数呢 给它传过去啊 那么 最终 我们说 下面呢 你注意啊 这里无论是增加 还是减少 还是手动数 他们的这个下面的处理呢 都依赖于我们更新的这个 结果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 发起阿杰克请求的时候 发的是一个 同步的啊 我要等待它的回调函数执行 完成之后 我的代码呢 再往下走 所以呢 在这里面 先设置发起一个同步的 然后发起这个请求 根据它的范围值 如果这个RES等于5代表 更新成功 那么 更新成功的话 这个Lupdate的值呢 就是 false 同时 更新成功的话 我们还是在这个 偷偷变量里面呢 保存了更新之后 购物车里面商品的 总建筑 好 否则更新失败 Lupdate呢 设置为处 然后呢 显示出错误的 信息 好 再把它设置为这个 一步的 那么你这样的话 你这个函数呢 就是实现更新 我下面呢 再去更新的时候 我只需要调入这个函数 调入完之后呢 我就可以判断这个 Lupdate呢 是否为 false啊 如果为false的话 代表这个更新 成功 那我就可以呢 重新的去设置一下 这个数目 然后呢 重新设置完数目之后呢 我们还需要呢 去计算这个 购物车里面商品的 一个 小计 所以呢 这个小计的话 怎么计算呢 我们呢 也是写了一个函数 叫做 fancation update gustman 对吧 你把这个 商品所在的 UL 你给我传过来 我在这里面呢 我就可以呢 获取商品的 数目 还有它的一个 价格 计算出小计之后呢 然后呢 帮你呢 去做一个 设置啊 就在这里面 我们如果成功之后 我在这里面呢 我就去计算上面的小计 好 至于计算完 这个商品的小计之后啊 我们的这个 下面的这一部分 要不要变化 那你就要需要判断了啊 你需要判断 你点击增加的时候 前面的这个 切报社有没有被 选中啊 如果被选中的话 它才需要变 不选中的话 就不需要 变啊 所以我们这边 做一个判断 先获取这个 商品对应的 切报社 对吧 它里面的选中状态 如果被选中的话 我要调用我之前写的 更新页面信息的函数 否则 我什么都不做 然后最后一点呢 我们还要去 更新这个 页面上 购物车里面 商品的 总件数 好 这个呢 就是对它进行一个 相应的设置 最终设置的 值是谁呢 就是这个 total啊 就是我们执行完成之后 把这个数目呢 保存在的这个total里面 啊 total里面啊 这是这个增加 然后呢 减少啊 跟我们的增加呢 其实差不多啊 只不过在哪里面呢 获取商品 获取数量 对吧 更新的值呢 应该是减一 但是减一之后啊 它可能是小一等于零 我们就判断一下 如果你减一之后 已经小一等于零了 我就直接返回 不不往下呢 去更新 否则的话 我还是呢 这样去更新 更新完之后呢 也是呢 设置数目 计算小计 判断 页面下方的信息呢 是否需要变化 最后呢 再去更新页面上 购物车商品的一个 总件数啊 这是这个 哎 减少 手动输入的话啊 其实呢 也差不多 那么说 用户手动输入的话 输完之后 这个数目呢 可能不合法 那么怎么做呢 绑定这数框呢 失去焦点事件 如果你一失去焦点 对吧 我先把这个商品的ID 和商品的数目呢 给它获取到 获取到之后 我就教验你这个参数呢 是否合法 如果你不合法的话 对吧 我们要把这个值呢 设置为用户输入之前那个值 那么怎么做呢 绑定它的 获得焦点事件 你光标一进来 我就把这个 你输之前的值呢 先给你做一个记录 记录在我们的 precounter里面啊 然后如果你这个数字 不合法的话 我就把它设为原来值 同时呢返回 好 否则 那么可以更新 我们就把它呢 转化成一个整数 然后呢 调用更新函数 好 更新完之后 也是判断 如果等于fos 代表更新成功 设置数目 对吧 计算小计 判断是否页面信息 是否需要更新 再去更新页面上 购物车商品的 总件数 那么否则 对吧 你更新失败 说明我购物车里面 商品的数量呢 根本就没变 我还是把它设置为 值钱的 那个值啊 这里面呢 是我们的购物车啊 GS的第二大块啊 就是涉及到 给我们购物车的一个 更新 好 那么再往下 第三大块啊 购物车记录的一个 删除 好 这个删除的话呢 我们还是呢 去看一下 我们后台的这个 cut DeleteView 那么关于这个 cut DeleteView的话 我们说前端 也是采用RXPost 需要传的参数呢 你要删除的商品 它的ID是多少 你把它呢 给我传过来 好 在这里面呢 首先一样呢 判断用户是否登录 接收参数 教验参数有没有 然后呢 再判断这个商品呢 是否存贷 好 下面核心的业务处理 获得链接 拼接住K 然后 调用我们的 ihDelete函数 从我们的cut K对应的元素里面呢 把这个sqid呢 给它删除 好 删除之后 对吧 最终 我还要去计算这个 用户删除之后 购物车里面的商品呢 一共有多少件 然后呢 把它呢 发回去 这是后台试图 那么 关于前端的 这一块料化 那么对应到这里面 我们需要去绑定 这些删除A标签的 点击事件 那么当你呢 一点击的时候 对吧 我就要把这个 对应商品的ID呢 给它拿到 拿到之后 组织好参数 然后呢 开始呢 去发起这样一个 请求 那么这个请求呢 请求谁呢 就是请求我们的cut Delete啊 传递的参数 就在这个字典里面 那么最终 执行回调的时候 我就可以判断了啊 如果这个Data S 代表删除成功 那么我需要呢 把商品所在的 URL元素呢 给它移除 那么商品所在的URL 在哪呢 在我们发请求之前 把它呢 已经 获取到了 我只需要 Data Remove 把它移除 Remove的代表 移除自身 包括紫元素 那么移除之后 对吧 判断一下啊 这个页面上的 这个信息 需不需要变化 我就看一下这个 它里面的 Chair Boss 它的选中状态啊 如果它选中的话 我需要呢 去更新 但是不管 有没有被选中 我都需要去更新 页面上 购物车商品的 一个总建筑 直接在这里面呢 去做一个相应的更新 好 否则失败 对吧 我就写上一个 Data Error Message啊 OK 那么这里面呢 其实呢 就是我们用户啊 购物车的这几大块啊 今天我们说的这个 GS的这一大块 就是不涉及到 跟后台的一个交货 那么这一大块呢 下面这一大块呢 就涉及到 跟后台的一个更新 然后再往后呢 跟购物车季度的一个 删除啊 一个删除 那么这一块的话 我们要给大家 稍微提一点 就在这里面 你看啊 我这一个呢 用户删除之后 我是不是在这个 我这个操作是在 我的回调里面做的 对吧 然后呢 我上面呢 这个更新呢 我是单独写了一个 函数 然后这个函数里面呢 这个回调函数里面呢 我并没有做其他操作 我是只是告诉你 更新是否成功的吧 那么 为什么这样做啊 因为现在这个 购物车 删除是不是只有一个 用到这个删除啊 对吧 但是你更新它可不一样啊 你更新的话 它涉及到这个增加 然后减少 手动 输入啊 那么他们根据 这更新的结果呢 最终他们的处理过程呢 虽然很相似 但是它不完全一样 所以呢 我不能直接把它写在这个 我定义的这个 函数里面啊 我只我只能说告诉你这个更新成功或者啊 失败啊 至于怎么去处理 对吧 你通过判断 我告诉你的这个值 做相应的处理啊 OK啊 所以呢 我们在这边呢 其实是做了一个方法的封状啊 方法的封状啊 那么这一块啊 是它 我们给大家说一下啊 那么这里面呢 就我们给大家说的这个 购物车啊 它的一个作用啊 那么关于购物车这块呢 我们说啊 重点 你需要呢 去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后台的试图 其实后台试图的话 我们今天讲的更新 还有这个删除 它的核心代码 根本就没多长啊 就这么 这个就这么多 然后呢 这个删除呢 它就这么多啊 它就这么多 然后呢 你重点先去理解这个删除 后台的核心代码啊 然后呢 如果 有时间的话 把这个前端的 GS呢 把它敲一下啊 好 我们这个购物车页面 你注意啊 这个购物车页面的GS啊 是 很经典的一个GS啊 只要你把这个购物车页面的GS搞定啊 基本上你开发的时候 对吧 你说我再用这个 GS去操作这个 页面啊 一般 不成问题啊 一般不成问题啊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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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